一年一次的布农族运动会今年5月份要在南投县仁爱乡举行 而花莲的酌西乡是从来不缺席的 乡长吕碧协特别在各个项目团练之前就召集各个管理教练等 不仅已经先把选手的住宿、交通车、训练经费都规划好 希望能够让各个队伍轻松愉快地面对训练及参与活动 一年一次的布农族运动会即将在2021年5月5、6、7号在南投县的仁爱乡举行 仁爱乡也是首次来办理 华莲县的卓西乡也从来不缺席 乡长李毕贤特别在各项目团练之前先召集各个管理教练等等 来办理布农运动会筹备会 我们公所会经历的给你们修议会、选拔会 这些我们一定不会差 不仅已经先将选手住宿、交通车、训练经费等都规划好 就是希望能够让各队伍轻松愉快地来面对训练以及参与活动 那最重要的 大家还是放轻松啦 但是我开头就讲了 我们都就是要渐渐看看快快乐乐 那我们参加这一次一年一度的这个叫做布农族的一个活动 李毕贤表示今年是他第六次参与全国布农族运动会 也看到参与活动的选手以及教练们都非常用心管理 也希望大家放轻松的来参加 不要有压力 因为一年一次的布农族运动会主要目的也是让族人开心参与 记者高双双卓西湘赛访报道